內地雪災不斷擴大,遍及14個省市 將人增加到7,000多萬,24個人死亡 貴州、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再落大雪 連廣西及福建都有災情 中央氣象台預測,雨雪會持續到週末先略為好轉 經廣線列車還未全部開通 阻留在廣州火車站的人增加到50萬 廣鐵集團說未來3至5天都不能恢復正常行車 鐵道部調動了60億火車到廣東支援 可以疏渡10萬個旅客 記者柳俊江繼續在廣州火車站 柳俊江,那麼多人滯留,食物和衛生問題如何解決呢? 黃家俊,先說一下這裡滯留的人 我在廣州站這裡看到似乎有些改變 因為有幾班前往北京、宜昌、長沙等列車 陸續開出,疏渡了不少乘客 我眼看在廣場這裡似乎最少都少了三分之一的人 然後就說一下這裡的衛生情況 說真的挺差的 這裡的廁所嚴重不足 去廁所也要付錢 所以不少的人都選擇就地解決 而在後車的帳幕裡面 衛生情況也不是很好 整地都是垃圾 小朋友就這樣躺在地上 今天那些人究竟怎樣在這裡過呢? 由蘇敬恒說一下 下午的戰線轉移到車站外面 廣場內滯留的人少了 當局的策略就是不讓人再入站 逼他們在站的天橋下面等 整條馬路人山人海看不到盡頭 有沒有車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入了站再再算 但是車站傳來壞消息 廣鐵集團在信裡面說 天氣會進一步惡化 未來三至五天 正常班次難以恢復 細雨下 廣場上 旅客等完又等 賣杯麵成為車站附近的大生意 平時三個半一碗 現在正在賣五元 需求遠超供應 一般幾元的快餐要成二十元 這班旅客已經等了兩天 雖然有瓦遮頭 但是食始終都要解決 其實我跟你說 十塊錢能炒一個飯 就是一個人吃飽 現在十塊錢就是一個小飯 和一點量又少 根本都吃不飽的 那你說再吃多的話 人又這麼多 又沒有什麼錢 幾天在這裡困 肯定捨不得了 如果捨得錢的話 我就會不會幫小孩子去住女店 有時不是說不想吃 但是有文工就說 吃完又要去洗手間 避免麻煩 有時就寧願不吃 上去廁所 現在要給一元 貴了一倍 收錢假見我們正在拍 立刻下閘 有人就地解決 相互遷就了一下 是吧 也一樣難得進去 是啊 難得進去廁所 我們就讓他進 他擦堆 他說等不及了 像這個時候 你說辣豆子 這個水都沒有辦法的 花不到家 都想打個電話 報一下平安 在站裡面打去外省 一分鐘要兩毫子 一街之隔的這間市多 要兩元 沒有電話打 只有在這個地方 他能怎麼收分 你打電話你就必須 沒辦法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鐵道部表示會 調撥幾十架列車到廣東 最多可以同時載十萬人 廣鐵集團又說 為了疏到旅客 由現在到下個月六號 廣東各地區的車站都暫停售票 另外又呼籲外省民工 今年盡可能留在廣東過年 牧師現時駐廣州記者 蘇敬恆去答 李俊光 這裡又冷又餓 未來幾天都可能上不到車 為何批民工還要等下去呢 不少的人始終都是想回鄉下 和家人一起過年 亦有人說 這裡的廣播 沒有說明他們的車是不開 所以寧願在這裏等 放一搏 看馬運氣 亦都有人在這裏等了幾天 一家人的盤村差不多用信 怎樣回家鄉 似乎真是前路茫茫 一聽到自己坐的車 可以開 他們馬上穿過重重的人海 衝進去後車大堂 這一刻 可能更開心過過年 剛好買了一點泡麵 所以最後就丟掉了 沒吃 那現在心情怎麼樣 心情反正能最後的事 心情很好 會不會特別激動 是啊 走了吧 有人歡喜 但是更多人仇 沒有像李先生帶著歲半的孫 一家五口 一心想回去湖北過年 用了三日三夜 才由二百米外的天橋底 逼到進去廣州站的廣場 人家把他抱著睡 我們師傅人家把他抱著睡 真的無話說 我真的找睡 我昨天的狠狠都是平涼平涼的 你看就穿這一點衣服 二千多元的女費用剩二百元 奶粉又吃完 回到沒有窗 還要坐半天車回鄉下 他說現在只有見步行步 我就是想回家 每個人過村子都想一家圓談 一家圓談人 我家裡還有幾個小孩 還有孫子 如果我一個住老的 不回家也不行 為什麼他們繼續留下呢 有人就用了兩倍價錢 買了黃牛飛 現在退飛要虧錢 有人就說廣播 沒有說明他們的班車不開 覺得有希望上車 所以繼續在這裡等 雖然說在廣場裡面的人是少了 但是聽到有幾班車開 其他在廣場外面的乘客 又開始聚集在車站外圍 在鐵馬外面 警方也加強了戒備 忽時有人起控 外面現在聚集了幾萬人 要出和入都非常困難 似乎廣州站這個情況 仍然未樂觀 我們報到那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新聞報告 謝謝廣州的各位同事 而航空交通方面 本港全日有22班 來往內地的航機受到影響 其中有去上海的航班 乘客上了機後 等了接近兩小時 都不能起飛 要下機再等消息 方東星報道 請您帶好全部手提物體 準備下機 其中一班受影響的MU-506 東方航空班機 有大約70個乘客 原定下午1點50分起飛 機組人員下午3點半廣播 說暫時起不到飛 乘客要先下機 感謝您的了解 謝謝 有旅客特地改組一些航班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 我原本下午3點多 改到1點多 早點回去了 今天又突然不知道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再開 什麼時候能走 有人說安全第一 不要怪航空公司 上了飛機 再上天上下不來更糟糕 有乘客說 無論在機上等 或在後機室等 相比起在外面熬冷 熬我的民工 已經算是很幸福 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到後機室休息 又派發餐圈 基本局說 上海的機場 由於天氣惡劣 飛機升降較慢 導致航班延誤 另外 來往南京 長沙 合肥等多個城市的航班 都受影響 去公幹的旅客行程 打亂了 例如機場清理到 飛到去 其實都還有擔心 因為去工廠的路 是說幾個小時 即是三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 變成路上安不安全 有沒有冰封 有乘客要滯留機場 等候航空公司 公布航班消息 記者方東昇 現在還在香港機場後機室 方東昇 你的班去上海的航班 什麼時候才可以起飛 王家長人 現在乘客排隊等登機 但還未開始登機 職員說 如果一切順利 在七點前就可以起飛 到底會飛多久呢 職員說 大約是兩個半小時 和平時差不多 不過有些乘客都擔心 現在天氣差 加上機又多 到時在上海上空 可能有很多機要排隊 等降落普通機場 會不會需要的時間會長些 大家都有這樣的移民 說回這班機 主要都是一些上海的居民 遊客就比較少 大家其實都是同一個心願 希望可以早些 平平安安到上海 我們會繼續留意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加回新聞部 謝謝 而內地新的一輪大雪 令到11個機場關閉的公路阻塞 數二萬的旅客 滯留車上面 全國17個省區要限制供電 霍亭亭報道 湖南連續15天下雪 已經有四千多間屋倒嵐 朝早新一輪冰雪 令京豬高速公路湖南段 有萬多架車 六萬多人滯留 南行火車也因為經廣鐵路長沙段 再有電纜接斷要暫停服務 在河南 鄭州火車站班次延誤 當局增加櫃位為旅客退票 多條高速公路實施交通管制 只是准許運送糧食的貨車通行 上海的大雪 令護寧 護航等多條高速公路封閉 火車站已經停止賣票 大批旅客滯留 浦東、紅橋機場多班機延誤 另外長沙、武漢、南京、合肥等11個機場也關閉 大雪也影響供電 在貴州多座電塔電纜被冰雪壓位 近半數縣供電受影響 連同貴州目前有17個省要限制用電 由於電煤短缺 全國被迫停產的發電機組 上升到4000多萬千瓦 國家法改委要求鐵路交通協調 重點供煤給主要電廠 這次罕有的持續大雪主要集中在長江一帶 但較南的福建、廣西都受大雪影響 中央氣象台說 預計要到2月初大雪才會稍微減弱 無線電視記者霍庭聽不到 氣象專家說 今次突大的風雪 成因是來自南北兩股冷暖氣流相遇 影響到長江流域一帶不停落大雪 紅色的箭頭就是南方的暖石氣流 藍色的箭頭就是北方的冷空氣 這個配置在我們這些地區 確實維持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在長江沿線這些地區 這一張環流行程圖也可以看到 整個西南氣流依然存在 而且北方冷空氣依然是在源源不斷的南下 那麼這樣的僵持情況下 這個降雪就依然會維持 而且它的整個匯核帶正好在長江流域這一帶 此往來香港至上海和北京的直通車都繼續是營的 陸路交通運輸受阻 工廣糧食都受到影響 羅若安報導 活豬代理農業專區說 內地持續大風雪 有三千多隻豬運來香港途中被困公路 更加有部份凍死 而星期一有大約三千一百隻活豬來香港 拍賣價大約是二千二百元一口 比星期日最少高一成六 食物及衛生局關注食品價格受到風雪影響而上升 而國家已經採取措施將影響減到最低 直通車方面 原定星期日由上海來香港的T99延遲超過一天 而原本星期一開出去北京的直通車T98 最快星期二才開出